好了,教大家煮凍魚,潮州那些 可能我的方法未必是很正宗 但是是有姑姐教我的 非常簡單,二個遮火 首先就是一條很多油脂的魚 一條 香港當日,姑姐煮給我吃的時候 就是用烏頭的 潮州普用的蛋雞,我不知道是什麼魚 不要問我,我記得是紅色的 接著就是加很多的鹽 海鹽也可以 我這一隻是拉亞山的鹽 最好就是海鹽 很普遍的鹽 乳買回來,千萬叫魚檔佬 或者你確定它是連頭,連魚鱗 不要打鱗 我這條還未湯,我就要湯了它 如果你去魚檔買,就叫它只是湯桃就可以了 其他的什麼都沒有 當這個魚的時候,發現魚春兩大條 我就會讓它一起做 就是把鹽 大量都不怕 塗滿這個魚的外身 啊,我說漏了 剛才那條魚已經抹乾了 我紙都丟掉了 那就塗內外也要塗 兩隻手做吧 那我,對了 單手示範而已 好了,然後將塗滿了鹽的魚,圓條 連魚春 這樣呢,就包在一個石子那裡 就包了它 好了,包好之後呢 就這樣的 放在雪櫃,大概醃它一個小時左右 那條魚呢,就放在雪櫃一輪 那放在雪櫃的原因 不是因為想保持著它很冷的 然後才蒸 而是因為不可以放出來 那條魚就可能會變壞 那但是,因為它是海鮮 那我們蒸之前 就先在雪櫃拿出來 那就比較安全一點 那水滾了,我們就去 啊,下鍋蒸了它 那魚方面呢 大概記住呢,就是一磅魚 就是十五分鐘 那這條魚頂籠也是磅 那我就用十八分鐘 因為凍魚蒸熟一點 都OK的 就是不是新鮮蒸魚 那放了下去之後就蓋蓋了 就蒸,十八分鐘 那條魚蒸好之後呢 就拿出來打開石子 看看是不是熟了 那就是拿筷子 在有骨的位置,例如頸部 刀一刀進去 完全穿光了,就是熟了 那熟了之後呢 就不要動這條魚 完全把它圓風不動的包好 把它放進雪櫃 那條魚呢 在雪櫃那裡放一天之後呢 明天拆出來吃 就是凍魚一條了 吃的時候呢 那些鱗,記得嗎? 我是沒有刮到的嘛 那呢 就只不過輕輕 把那些肉和皮 分離呢 就那個鱗連皮 那些就不吃 只是刮裡面那些魚肉吃的 那如果更好一點的話 其實我就應該在這一刻 就起了些魚骨 但是我不搞那麼多了 我就直接雪了它 那凍魚就是這樣造成的 OK的了 那喜歡吃的話呢 可以加些普林豆豉 去點魚身 好像潮州人那樣吃 就行了 好 這樣 差不多 好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